第三个是什么 采购计划 是议算管理 这前面讲的供应商管理 它其实就是个基础性的工作 在我们建立起来了 合格的供应商 名单以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这种采购的这种 真正的这种业务的新款 首先是要做计划 同时又涉及到这种议算 为什么 因为涉及到付款 所以还要有做采购议算 好 那么首先呢是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在采购计划议算管理阶段当中 又会发生什么样一些 常见的问题 或者普遍性存在的风险 首先是年度的采购计划 以议算编制风险 这个计划和议算有什么区别 这采购计划 主要是由采购业务部门来做 是吧 那么它主要是考虑什么呢 它考虑的就是 我采购的种类 采购的这种 时间的安排 采购的这种数量 采购的时间安排 那什么叫采购议算呢 采购议算实际上就是你要考虑价格 考虑这个付款的周期 那实际上就是采购议算 那么一般会这个 有哪些这个常见的风险呢 一个 我们计划和议算 不完善 不完善呢就是说会导致什么 我们这个做的这个 这个计划和议算 有遗漏 或者不够准确 所以导致呢是 可能 现在采购的太少 导致物资短缺 造成停工损失 或者呢造成的库存羁压 导致呢我们资源浪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编制审格审批 未分离 就是不相同指质没有分离 这容易呢 导致内部人无弊 资深呢腐败风险 第三的是什么 缺乏这个相关部门的配合 因为呢就是说 如果就是采购部门 自己被门造吃 来编制采购计划 和采购议算 那可能这里面就会 有一些信息 就没有掌握到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一讲 讲这个部门 这个职质分工的时候 我们说了 采购业务肯定有一个 规口管理部门 采购部对不对 但是不是说他 就他一个部门的事情 我们还要有其他部门 比如说对大多数企业来讲 我们说是 以销定产这种模式 所以你到底是采购多少 你要根据销售部 采购部 还有呢 储盈部 仓储部 他们要提供相应的信息 你才能知道 你应该采购多少 采购数量 对不对 还有采购的 规格的要求 时间的要求 第二个呢 还有需要价格 需要这个付款 那你还要有财务部 来进行配合你 是不是 所以 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好 那么 有了年度 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呢 转换成业度 那还有业度的采购计划 和议算的编制 这个风险有哪些 我们也需要了解 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采购计划 议算编制 不够完善 或者不够准确 都会带来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是停工的损失 或者库存的羁押 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二呢 就是掩饰 要有人负责编制 还有人负责的审核 还有人负责这个审批 这些不相同的岗位 要给他分离 不能够既当运动员 又当呢 裁判员 那么还有呢 是什么呢 就是信息传递 不及时 这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 采购计划编制完了之后啊 你在执行过程当中 你要根据呢 上个月的执行情况 还有下个月的业务计划 来呢 去调整 那这些 也就是实际上 要其他的部门 来进行配合 比如说 生产部门 要提供的生产计划 那销售部门 要提供的销售计划 仓主部门 要提供呢 他的这种 库存的这种情况 等等 那就是 这样的话 才能保证 我们这种采购计划 和亦算编制出来 才有几乎准确性 有的准确性 才能对我们的采购业务 进行有效的这个指导 否则的话呢 最后也是什么 你做出来实际上是 启发这种 知道的价值 知道的有效性 什么叫这个采购计划 我在这个前面 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实际上它主要是什么 就是 实际上一 采购什么样的物资 种类 类型 规格要求 第二个呢 是采购的数量 第三个是什么 采购的这个 时间的安排 那么 这里面就是 我们应该达到什么目的 就是 实际上就是 一个呢 就是说 我要 保证我生产 经营 共产销 这些业务活动的 正常的进行 不能 发生的什么 这种 停工的损失 第二的是什么 我不能 要避免库存积压 第三的是什么呢 要配合公司 整体的这种 生产经营的进行 好 那么我们怎么来进行 这个采购计划 预算管理 这块内控的 这种制度设计呢 整个流程 首先是流程 我们是 生产部 需要去 收集这个信息 它根据 我们说大多数企业 就是以销定产 这样一种模式 是吧 所以首先 要有销售部 要提供的销售计划 生产部本身 有生产计划 对不对 财务部要提供 资金余额 还有整个公司的 年度进行计划 那么 它要把这些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编制这个采购计划 预算的时候 需要有 其他部门的配合 采购部获得了 这些信息支持以后 它来呢 编制这个采购计划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采购议算 然后呢 再给 我们这个什么 交给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呢 实际上是作为一个 议算的这种 全密议算的这种 规口管理部门 它实际上是负责什么 汇总编制 是不是 那它要把采购 这一块的这个议算 就是涉及到付款嘛 它要纳漏到它整个的资金盘子里 就整个的资金议算当中了 好 那么 那么在年度采购计划 议算编制这个阶段 关键的控制阶段在哪里呢 就是 要有审核和审批 一个我们采购部经理 要请审 它是作为规口管理部门 从业务上进行把关 当然这里面 我们就是说 怎么来更好地 衔接我的 支撑我的生产计划 和这个销售计划的支援 我们是为它提供这个支持 再一个财务部呢 主要是从付款 付款资金的安排上 我怎么来进行审核 怎么来进行把关 最后就是管理生审批 这里面是 根据权限 或者是 就看你企业的要求 你是主管财务的 副总经理处可以来审批呢 还是要提交到总经理 董事长和上会 集体的决策 它是要统着考虑 就是关键控制点 就是审核审批 然后呢就是要捐持 三权分 实际上一计划 就是要坚持三权分离 再一个就是 业度的采购计划和议算 因为你刚才说的是 年度的总体的安排 但是我们的业务活动 是分季度分业来进行 所以我们还要来给它 进一步的这个细化 分解 就是把年度的分解为业度的 是这样的 那么应该说 它的这个审批流程和年度的采购计划 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还有呢是说 采购的申请 以合同控制 那么这里面呢是 我们说是 属于第三个阶段 前面我们讲了 供应商的管理 讲了这个 采购计划和议算编制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计划和议算 经过这个编制 审格审批之后 接下来就进入到什么 实际上就是执行的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采购 相关的这个部门 就要以 经过这个审格审批 下达执行采购计划 来作为指导 那么 在不同的这个阶段 不同的时间段 提出了采购的申请 然后呢是 看看采用什么 一个采购的方式 选择确定供应商 签计采购合同 这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环节 那在这个基本环节里面 它一般来说 又有哪些风险 这只是需要我们来了解的 那 我们说在这个阶段 采购申请 以合同管理这个环节 这个阶段又可以 分成四个环节 一个是采购申请管理 第二个是招逃标管理 大宗物资 达到一定金额的 或者比较重要的物资 我们可能要采用招逃标 第三呢就是 询价确定供应商 第四个是 采购合同管理风险 这四个方法 下面呢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采购申请及 合同管理 这四个基本环节 所面临的这个具体风险 首先就是采购申请 管理的这个风险 就是采购申请管理条款 不完善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就是 使得我们这个采购 这个申请这块业务呢 无章可循 无据可依 那么可能会导致呢 这个人严舞弊 或者造成损失 还有可能就是 发生一些什么 议算外 超议算的 这样的一些采购 或者没有经过授权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 第二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会竟然出现问题 就是申请审核审批岗位为分离 就是违背了我们所说的 制衡性的原则 那么我们说是 无论是什么样的业务活动 无论是什么样一些这个 阶段 都应该尽可能是避免 避免单独的一个部门 自私之中的完成之间 这项业务或者之间 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是什么 就是由不同的部门 或者有不同的岗位 来共同的这种完成 第三呢 就是缺乏库存的调查 就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呢 没有呢 这个事先进行库存的调查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什么呢 你提出这个采购申请 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库存量 有可能实际上库存呢 已经是 足够了 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结果呢 你又这个下了这个采购订单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的 库存积压 库存一积压 就会带来什么 资金的这种 过度的这个挤占 那就会可能影响我们的这种效率 效益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采购申请及合同管理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招逃标管理的风险 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也是 我们采购招逃标管理 条款没有完善 那这个实际上主的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没有制度 或者制度呢 不够明确 不够完善 那可能会导致呢 我们在进行采购招逃标的时候 无据可依 无章可循 可能容易导致呢 这种人为的这种 会给企业呢 引发的什么 风险造成损失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编写与审核 最多中标志的选取与审批 不相容港外没有分离 它实际上还是说这个 我们说内控的首要本质就是制衡性 那我们在这个 进行内控制度的设计的时候 是一定要贯持 我们之前所强调的 我们在设计这个内控制度的时候 在执行内控制度的时候 一定要是什么 贯持制衡性原则 不相容的职责 一定要分离 要尽可能避免单独的一个部门 单独的一个人 自治之中来完成 这件业务 或者 这个环节 这项工作 我们 要尽可能避免呢 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员 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呢 内文舞弊 资深呢 腐败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缺乏审和审批 我们说任何一项业务活动 我们都应该坚持三权分离 有人呢 去经办申请 有人呢 去负责审和审查 有人呢 去负责审批决策 就是 一定要坚持三权分离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可以呢 就是什么 使得我们这个业务呢 有序进行 确保效率 同时呢 又可以呢 减少漏洞 降低这种 股币的这种风险 好 那么还有呢 是什么呢 就是 招标工作 人员呢 组成单一 招逃标工作 我们说这是 一项工程 牵涉到各个方面 我们说 在整个的采购业务活动 尽管呢 是我们要确定一个 规格管理部门 确定采购部 以采购部为主 来牵头组织 采购业务当中的各项活动 比如说招逃标 但是呢 我们说不能够是 就完全是由它一个部门说算 如果由一个部门说算 那你这样的话呢 就是 一方面的是什么 容易这个 支撑这个腐败 导致了我们采购人员 采购部的这个 管理层呢 管理纸呢 经理呢 就是 人为操纵 制造 舞弊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它可能没有办法呢 保证这个企业 采购 招条标的 它的 效果效率 因为呢 其他各个部门呢 它对这个采购的这个物资 比如说我的需求的部门 生产的部门 销售部门 没有能够反映进来 那质量上呢 没有呢 这个专业的部门 来进行把关 从来影响我们 整个的这种采购 业务的 业务活动的 整体的这种效率 效果 好 那么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采购申请 与合同管理的 第二个阶段 所遇到的主要的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 行价和确定供应商 这个阶段呢 它的基本风险 有哪些呢 第一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 我们的这个制度 缺失 或者说 不够完善 那会导致呢 这个 购申的这种 管理的过程混乱 容易呢 就是 被人装控制 产生这个舞弊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经办的人员 经办生机的人员 和负责审批的人 没有分离 既当应动员 又当裁判员 自己决定 自己拍板 决定 自己负责去操作 这样 是容易是什么 导致内文舞弊 自身腐败 这也不好 好 我们说的还有什么呢 就是 缺乏审和审批 这个呢 在之前呢 已经强了很多了 是吧 一定要有人的呢 这个就是 负责呢 监督 把关 一定要有人的负责呢 决策 审批 这是 我们说的这个 行驾 确定 购义商这个阶段 属 通常 普遍性存在的这种风险 我们要了解 再就是 合同管理 第四个阶段 合同管理 所遇到的主要的一些风险 有哪些呢 一 也是 采购合同管理 这个制度不够完善 或者说 没有制度 那这样的会导致什么 导致我们这个 整个采购合同管理呀 无章可循 无据可御 那可能会 比较混乱 随意性比较大 第二点就是 我们采购合同的这种起草 拟定和我们 负责这个审和审批的岗位 没有分离 这也是不好 违背了我们所说的 制衡性的原则 容易支撑的腐败 再就是 缺乏审和审批 这个 由业务员 负责的具体操作 没有人去负责把关 监督 没有人负责的这个 就决策审批 那这样的会 会导致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随意性比较大 那么 了解到了 采购申请 及合同管理 这个阶段 四个环节 基本环节 所明的主要风险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 采取一些 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来控制这些风险呢 这是进入到 采购申请 及合同管理 内控制度设计 这个阶段 那我们也是 对应前面说的 这个四个基本环节 我们说应该 怎么来进行 这个 进行来控制 首先呢 我们说采购 申请控制 首先我们要 贯制 精细化管理的 这种理念 我们在前面 讲过了 现在我们这个企业 面对着 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 我们不能像 过去一样 过去呢 你市场足够大 容量足够大 那么大家呢 就是说 竞争不是那么 那么激烈 那么大家可能是 拼规模 抢速度 但是现在呢 大多数行业 市场已经 接近饱和了 市场也基本稳定了 增长的空间有限 那竞争的非常激烈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像 过去一样 初放式的管理 什么叫 初放式的管理呢 简单来讲 就是一刀切 那我们要转向 精细化管理 所谓精细化管理 怎么理解呢 我说用八个字 可以来高度概括 就是分类管理 区别对的 采购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呢 就是 所有的采购 不加以区分 这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一样的流程 不可以 那么比如说 小额的零星的 这个物品的服务 我们不需要呢 由这个采购的 这个规合管理部门 采购部来呢 这个 统一的采购 统一的审批 这样来 我可以呢 是什么 由这个各个部门 他们自行去采购 在这里面可以讲一个 这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些 一件事情 就是 前几年 我去的这个国同 在 金浦 海南的金浦 港口 有限责任公司 帮他们这个修改 内控的制度 那么在修改的过程当中 我们呢 就是 首先是进行调研 在调研的这种过程当中 他们的这个 底下有一个 机械修理厂 大家知道港口的业务 主要是装线 装线呢 你是要使用了什么 大量的这个装线的机械 那装线机械 他们自己修理 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修理厂 在对这个修理厂 厂长进行反弹的过程当中 他讲的是 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 他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 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抢修的时候啊 任务重 公旗几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一些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的零部件 我自己去 先垫钱买了 然后再来跑 这个报销的这个手续 但是呢 采购部 厂里的现在 这个公司的这个 港口公司 现在的这个采购管理制度 是规定 无论这个 什么样业务的 什么性质的采购 多大金额的采购 都需要走 一样的这个审批流程 都要打报告 交到这个采购部 由采购部呢 去进行审批 审批完了之后 然后呢 再去实施这个采 他有的时候呢 我工期很紧 抢修 为了不耽误这个 我们的这个 装置这种业务 主要业务的就进行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自己去 垫钱去买一些这个 零部件 但是回头之后呢 再去采购呢 做很多麻烦 采购部 你为什么事情不打报告呢 不走这个审批流程呢 他说你能不能够 这次来修改制度 请我们来去修改制度 能不能去 他提一个要求 能不能满足他这个 一个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 像这种几十 能不能给他 每个月给他一个额度 不用多 他说500块钱 或者1000块钱 那我大小也 这个修理厂长了 是吧 你像一些这种 小的这种零部件 的采购 他这个修理厂长了 就自行就可以决定了 大家觉得 听完我讲的 讲的这个 这件事情 你觉得这个修理厂的厂长 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 合不合理 这非常合理的 是不是 我们的采购有很多 是不是 有很多的类型 你一定要加一区分 不能大家都是一个样 一刀切 这就是过去 我们所讲的 粗放式管理 你像这种 小的零星采购 完全没有必要 跟大宗的物资 采购 一样的这种审批丢阐 是不是 我们说是 采购 我们说这个制度的 这个制度 内控制度的这种 制定和执行 也要增弃五项基本原则 其中有一项原则叫什么 叫重要性原则 什么叫重要性原则 其实是假的 在全面控制 全面覆盖的这个制度之下 我们要重点突出 那什么样是叫做重点呢 怎么来理解呢 这个重要性原则 就是 对于那些 主要的业务事项 或者是高风险的领域 高风险的环节 我们需要什么 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 你现在小个零星采购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采购 那我完全可以 就是有各个部门 它自己去采购 只要有采购这个 因为我额度进行控制 因为它属于零星的这种采购 是不是 这样的话还确保了这个效率 不是吧 都交给 都交给这个采购部门 规合管理部门来做 那它就是要有一个周期 那这样的话 所以影响我们的效率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区分 那么还有一般物品服务 和大众商品服务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用 在这个做内控制度的时候 我们要区分 说什么样的是属于小额 零星采购 什么样属于一般物品服务采购 什么叫大众商品服务采购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区分 想要零星采购 可能采用不同的采购方式 由我们需求部门 他们自行采购 那一般物品 我们应该 基本的流程应该是什么 比如说上报采购部 采购部呢 去调查库存 然后呢 去经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 审批 审批 然后呢 去实施 那像这个大众商品服务 可能要采用呢 招调标采 这样的就是 区分不同类型的采购 采取不同的 采购方式 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种 或者叫 精细化管理理念 在 内部控制制度 设计当中的 这种体现 或者是 我们重要性这个原则 怎么来理解 好 那么采购申请管理 控制点 关键控制点是什么 就是 一定要有 审核和审批 这样的环节 设置 那么这个审核呢 一个是 实际上这个审核 实际上我们就讲的是 叫监督权 这个监督是日常的监督 就每一项业务 我都应该有监督这个环节 实际上就 为我们的领导的审批 更高层级的领导的审批 增加一道屏障 那么 就采购申请来讲 一个我采购部的经历 你要去审核 不能直接有采购业务 就提交给管理层 是吧 他从业务上去把关 一目应该去采购 那财务部呢 他也要设计进来 那么为什么呢 他主要因为你采购设定要付款 是要价格 他要从 议算这个角度 付款这个角度 进行把关 然后的审核之后 完了才提交给 我们的管理层审批 那管理层审批 我们就要去什么 通过我们常规授权 事先制定好 常规授权的这种 权限指引来做的规定 是吧 那么就是说 他这个 主管副总经理 还有我们的这个 总经理 或者是总经理办公会 或者是董事会 我们分不同 就是兼职三分原子 分级审批 分级审批怎么来分呢 三分原子 分业务类型 分金额大小 对应不同的管理层级 那么 为什么要去财务部 刚才讲的 就是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 你不能是一红而上 所有的采购的需求 我都在同一时间段都满足 要分析一个什么 轻重环境 所以呢 要有财务这个介入进来 是吧 好 那么对于这个 大宗商品服务 我们要实行的 招条标这种控制 那就要 什么 要准备这个招标文件 编制这个标书 是吧 成立的这个招条标小组 多部门共同参议的 然后呢 发布招标公告 然后呢 是什么呢 去确定合格供应商 我们要去什么呢 进行资格审查 然后呢 是发出标书 然后邀请他们来进行投标 然后经过初步评审 最后呢 是选取这个最终招标纸 然后呢 这个招标纸写完了之后 还要经过 我们的这个 管理层 比如说总经理 不一定是 一定是总经理 要看 你还要看 你这个企业 你是怎么来划分的 那么 就是管理层 来进行审批 最后来 敲定 我的中标单位 并且来执行 那么在这个招条标管理当中 有两个关键点 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 应该注意 一个是什么 我这个招标书 应该是什么 应该由 有人进行审核 这个审核呢 除了这个采购部经理以外 还要有招条部小组 共同来审核 为什么 因为你 你采购的这个物资啊 你是什么 需求部门来提出来的 所以需求部门 他的这个 他要采用技能 诶 就说我在 质量上 规格上 数量上 实现进度上 有些什么要求 对不对 再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财务部门 也应该进来 是吧 还有我们的 法务部门 其实也应该进来 是吧 从法律上进行把关 实际上我们 采购部呢 它其实是什么 规格管理部门 它从业务上 来进行把关 所以要这些部门 共同来参议 来看看我们这个招标书 应该怎么来 这个 把这些要求 得给他 提出来 明确 在招标书上 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经过这个评审 最终这个 中标指 确定以后 还要经过审批 要有 更高的管理层 比如说总经理 不限于这个总经理 来进行把关 通过审批 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刑价和确定供应商 那 这个又要分 不同的情形 一些的是不需要刑价 我直接就可以 定了的 那么 我就确定供应商 你上报采购部经理审核 财务部审核 最后管理层审 第二个需要刑价的 那我就要找刑价的过程 那我要对 我 合格供应商名单 确定我供应商名单 将供应商这个名单 上报采购部经理机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 向供应商发放刑价资料 要他们反馈 然后采购部呢 对收到的寻价资料进行分析 最后确定供应商 是谁 上告个财务经理 财务部审核 最后呢报 比如说总经理 当然不限于这个总经理 看我们内部的审秘权限 怎么来划分 最后来确定 就 看你要不要这个 寻价 那有些价格 它 它就是固定的 或者比较稳定的 那可能我就 不需要这个 去寻价 那有些人就是说呢 它这个 波动性比较大 经常变化 那可能我 这个 或者说这个 不同的供应商之间 差异比较大的 那可能我就要 去进行行价 那么 总之呢 这个是不是需要行价 我们一定要有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制定的 不能仅仅是由采购部来决定 还应该有什么 采购部管理层来决定 那是不是需要行价的标准 包括哪些呢 就是采购的单价 采购的数量 采购总金额 采购的物品和服务的市场环境 视为长期稳定供应商 是不是有签订长期采购合同的 长期采购合同 这里面我们稍微来解释着 一个是什么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 内控硬作的基底有三个特征 是吧 三大基底 我们叫流程化 标准化和横迹化 流程化我们讲的比较多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如果来贯斥 通过流程的划分 权子的分配 咱们来贯斥购合同的原则 那么还有这标准化 标准化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的控制提供依据 你比如说你需不需要寻价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标准 你事先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 那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那完全是拍脑袋 人数而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因人而异了 就很容易呢 就是被人装控制 被别有用心的有贪恋的人呢 去操纵 他有呢 这种行足的空间 这位随意 这位呢 变成混乱 所以呢 一定要有什么 具体这个具体的 明确的这种标准 这是我们说标准化很重要 否则的话 你这个制度呢 就没有可操作性 很空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讲的 他究竟于需不需要寻价 要 由多个部门 考虑多个因素来确定 我们在这里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能是光用 采购部来算算 你要考虑财务部 还有我们的一些 像主管采购的副总经理呀 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呀 还有或者是总经理呀 等等来参与 那寻价标准呢 就是 我看 我是不是签订了 长期供卧合同 那我有长期供卧合同 我可能不需要寻价 因为可能就在 长期采购合同里面 已经有具体的规定了 那是不是这个 这个市场环境是怎么样 我们说 是它的价格 波动性比较大 比如说像石油 是吧 波动性比较大 那可能就不行 那有些的是什么 它价格就一直是比较稳定 那可能就不需要去洗价 是吧 就是说我们要 多个因素考虑 这样的话才比较全面 这样的话 制度才有什么 操作性 是不是 我们讲的这个就是 标准化 确定这个供应商 这个业务 关注 两个这个关键控制点 一个是什么 采购部经理要审核 这个供应商名单 那实际上就可以 事前的管控 那么采购部经理 是个审核把关 它主要是什么呢 它这个寻价的 这个供应商数量 是不是符合规定 进入的这个供应商 这个名单的这个供应商 是不是符合采购需求等等 它要把这个关 不能让业务员 随意性 有行租的这种空间 是吧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这种环节的市值 它就会随意 那这样的话 就会出乱子 那第二个呢 是说 确定供应商名单以后 需要上报审批 还要有审批的环节 这就是 尽可能压缩 我们具体经办人员 经办部门的 这种行租的这种空间 实际上就是什么 乡物质 乡物质 还有呢 是采购的合同控制 采购合同控制呢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在前面 我们这个 招逃标也好 或者寻教也好 确定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谈判 去起早拟定合同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 在谈判的时候 就要什么 考虑 一个合同条款 是不是损 要确保 合同条款 没有损害企业利益 第二个呢 是确保合同条款 可以满足我们 采购的需求 第三个 确保我们自身 不存在 循例行诸行为 在这些 我们在合同 谈判的过程中 应该 遵守的一些 基本的原则 这样就是 谁签 一个呢 注意要看我们的 全球的指引 怎么规定的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 我业务员可以直接去签递 如果不在这个 这个权限之内 没有经过授权 那我可能就要什么 上报 财务部闻 经历审核 法律事务部审核 财务部审核 然后最后呢 有管理层审批 我们走这样的这个流程 然后呢 是什么呢 我要审批通过以后 我就要去什么 去签递这个合同 如果没有审批 没有通过 那就要重新谈判 重新洽谈 去修改我们的合同条款 是不是最后直到 我这个合同呢 通过这种审核审批 最后抢定 那么在这个设计 这个整个的这个 我们这个采购合同 经办 这个经办 审核审批 这个过程当中 未来呢 就是尽可能避免 这种管控的漏洞和腐败 我们需要什么 对采购部的权限 应该有明确的定义 是吧 你作为采购员 你可以签 多大的这个金额的 采购合同 那超过一定额度 没有达到 这个多大额度的时候 我采购部精力可以省 就现代企业的管理 应该是分钱管理 你不能是过意的 集中 过意集钱 如果过意集钱的是什么 会打消我们做事的 这个积极性 而且呢 都归一个人 那容易呢 自身腐败 所以应该是分钱管理 那审批权限是最重要的权限 我们应该是什么 分级审批 所以我们的这个 在之前也反复强调 我们企业要应该统一起制定 在 常规授权的权限指引 通过这种常规授权的这种 这个权限指引 来规定清楚 不同的事项 不同的业务 不同的金额 我应该是 不同的管理层级 都有多大的这种权限 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制度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我们要 是什么 有的时候他可能是说 你规定的这种审批的权限 是吧 你规定超过了2000块钱 你要上报 更高层级的管理来进行审批 但这个业务员有可能是他分拆 是吧 本来是一笔超过了的 拆在多个采购合同 来从来规避你的审核审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考虑完善金额角度的定义 比如说某段时间内 比如说一个月内 以同一供应商的采购合同 需要合并起来计算 看其金额是不是超过了这个权限 我可以这样来 来防止你化诊为零 拆分 他为什么要拆分 闹过你 他要上报审核审批的这种 这种制度的规定 第三的是什么 有采购人员持有审批通过的采购合同 要前往的法律事务部进行盖章 那么采购部的经理要负责 监购采购合同正本的回收 并及时将采购合同正本交由 总经理办公室保存 讲的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完善我们合同的这种档案的管理 那么第四个的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审批没有通过 那主要是什么 重新弃谈判 重新弃修改这合同 重新的报批 直至呢 能够通过审批 我们这个业务 这个阶段的工作才能够结束 这是我们强调的 这个四个问题 那采购合同这个需要关注的 这个关键控制点在哪里呢 就一定要经过审核 采购部的审核 法律事务审核 财务部审核 以及管理层的审批 就审核审批非常重要 实际上就是什么 一个通过这种审核审批 我们实际上是贯持制衡进原则 三权分离 来避免呢 由单独的一个部门 或者单独的一个岗位 自治之中来完成一件事情 这样做 实际上是什么 如果这样做的话 不这样做的话 容易自身腐败 会这种腐败风险的这种产生 第二个呢 我们说 它为什么是不同部门 来共同来审核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后面讲 这个合同管理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 因为不同的这个部门 从不同的角度去 把这个关 比如说 法律事务部 它是从法律这个角度来 把控 我这个合同 有没有重大 重大的这种 异漏 会不会存在着重大欺诈 那财务部呢 因为你采购 涉及到付款 那 是这个价格 我采购部呢 要从议算这个角度 清净的把控 那采购部经理呢 它主要是从什么 我整个采购的业务 统中安排 业务呢 应不应该进行这个角度去进审 所以呢 它都有 它的作用 所以呢 要采用这种多部门 联合审核的这样一种机制 再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这个管理层 它是从这个 这个呢 就是要看我们常规受钱的神秘指引 是怎么来具体规定的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做法 感谢您的心理 感谢您的心理 非常感谢您的意识 感谢您的心理 感谢您的心理